林依晨几个小举动反映其人品,娱乐圈灵差评女神非她莫属。 娱乐圈是个雨水混杂的地方,阵容、绯闻,睡君似乎充斥了一切。 然而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圈子里,偏偏有人出淤泥而不染,她就是林依晨。 林依晨没有整过容,除了剧情需要化妆,其微博生活照基本都是素颜,林飞闻,不炒作,对待公婆超级孝顺。 敢于在当红的时候放弃演艺事业,远走她乡充电学习。 和她合作的男演员都给予她很高的评价,连娱乐圈的长辈都赞她心地善良。 本周,王牌对王牌再次请到林依晨,和她一同前行的还有王立坤,张天爱,组成机灵妹少女队,在双伤对决战游戏环节, 主持人出题,两队抢答,答错或者对方答对需要接受林水惩罚。 接受惩罚的队伍可以获得从特定装置重弹出的雨伞。 能不能抓到这把雨伞就看各位的反应了。 第一轮美少女队就打错了,张天爱和林依晨都没有接到雨伞,在只有一条雨巾的情况下,林依晨首先先把雨巾盖住了张天爱,避免同伴淋湿。 真的是超级暖心。 还有一轮美少女队又输了,张天爱的雨伞只有一个点,林依晨还是把大部分的雨伞都遮在了张天爱这边。 虽然雨伞是露空的,未能挡住所有的雨,不过凡事都先考虑到张天爱,足以可以林依晨是多么的暖心。 虽然只是几个小举动,却反映出了林依晨的善良的人品。 娱乐圈林依晨评女神非她莫属。 娱乐圈420年7月TW